那又是马卡一座大物 我在非常大象啊 不就是保护粉丝让他不拿武器吃鸡吗 那就让他全程当个医疗兵 我消耀的时候 及时给我药就行了 让他体验一下零杀吃鸡的感觉 剑三 最近这波终于结论嘛 先到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 吃麻麻香 玩的开心 过得愉快 走 回皮球逛逛 这里不管身好 谁好 就连装备也不错 这间房子是意外 旁边的房子看看 看吧 这下基本的桌没有吧 保护这个粉丝没问题 你先给人呆着 我去清理一下城里的人 这里还把卡 今天还行 挺服务的 不过这人也该出来了吧 我去 笑一跳 这啥呢 这边有两个人 打很甘心头 我去 这也能打住 慢放一下看看 原来有一发子弹打中头了 算你倒霉 嘿嘿嘿嘿 这边一个小步没发现它的具体位置 只知道它就在对面 我去 还丢雷 炸不出眼 你完了 还想丢 去前面看看 对面好像还有人 隔房子里呢 稍微露出点动静 就想要过来 一点都不圆润 先不补它 等它这儿过来 在一起拿下 岂不是美 自私 出来就来 nice 这下批轮安静了 可以放心的拿装备了 接着我们来到了大仓这边玩一会儿 更令我没想到的是旁边竟然有人打信号枪 我去 这完全不拿我们当回事儿的 走 这开车太吓人了 赶紧下 又来一队 满美 赶紧 补点血 压压压惊 哇 后面打出了一个 这两个好像有点难搞哦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水虫水凉 只能在这儿蹲着 前方有危险 不过对方的大摩托极狠 一直在压制住我们的火力 不知道此刻这位粉丝的星辰是啥辣子 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 你一定要上台了 要为你愁醉的心 哈哈哈哈 随着轻而起缩小 敌人等不及了 手雷和羊都没了 他们再次准备进攻 不过这也太大意了 不找掩体 他等猪类 找点鸡子 直接击倒 然后迅速不掉 他的另一位队友被吓得 想打鸡就跑 一锥露出破绽 被我再次击败了 这一波太刺激了 这下M4三级头三级架的全有 现场区杀在了桥头附近 前面一个隔板路的 没看见现在是红单啊 谈的 走 继续下一个 前面有枪伸 看来防区已经被人战了 好像有两个 这个位置不太好打 要是被击倒一个就好了 我就随便一说 看看他救人 好机会 我去 都不给我机会 这个人 够狠 罢 有撤 还有一个怪兴的 完美 连光子都在帮我 下个多出点假 这儿剩下最后一个了 跟这个粉丝配合的非常默契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和这把应该是第十几吧 第一次打进前二 吃鸡了才算挑战成功 一定要稳点 看见敌人了 原来在那儿躲着 那我就不怕了 绕过去 赶紧赶紧跟着我 你要是被打了 那就又失败了 看到了 那就试试一颗雷结束战斗 好像听见他也拔雷了 竟然想到一起了 那就看谁怂了 揍你 完美 挑战成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